函数部分因为在云端上有放了 所以请各位这个 Column跟Raw 如果你对Column跟Raw不熟的同学 你自己再把它看一下 其实这个Column跟Raw前面有讲过 那VBA的话我是希望说 旁边增加一个按钮 将来也许你写完之后 来插入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呢 它是什么99乘法表 然后你可以什么 把它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帮我把里面的结果给做出来 然后呢按另外一个按钮呢 它可以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又在清空 OK这个地方的话 我又写一个 清除好了 也许这个是一个清除的按钮 类似像这样 也许你最后做出来 我今天最后类似像这样子两个按钮 按下它 它可以帮我把99乘法表做出来 按下它 它可以帮我把它清除掉 类似像这样 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基本的 那做法上面的话 当然里面将来要思考就是说 你要输出 到哪里 比如说我以输出 输出 当成我的 思考方向 那我输出的话 我应该是输出 到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呢哪一列到哪一列 这个是一个范围 那假如是一个范围的话 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 用一个所谓的回圈 那我们这边用最多就是for回圈 当然在 那个VBA里面 不只是for回圈 当然还有所谓的do while回圈 还有一个什么while when的回圈 不过 后面那两种 其实你如果 入门班我暂时不讲了 因为太复杂了 比如说你可能会 脑筋会打结 所以暂时 那for的原理原则很简单 你给它一个假设我用列的话是一个i i的话用这它就一个变数嘛 它这里面的值可以改变 第2列到第10列 所以我这里面一直改嘛 2 然后再来就下一个 3 4一直到10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fori 等于2到10 那蓝的话呢 那我就是用什么 用追来代替 追也是一个变数 那 这个地方的b蓝 特别注意 将来在VBA里面 因为呢他不接受那个 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回圈的话 里面要放数字 所以我们蓝的话 记得要把它改成 用那个数字的方式表示 第2 到第11 蓝 然后for 就等于第2 到 到第11 那有蓝有列 两个组合起来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每一个储存格 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输出 那输出的时候你要思考 假设 我要输出了嘛 那输出的时候呢 这里面要放什么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利用I 跟利用J之间的关系 把这里面的资料给输入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 那因为前面有写过 我们类似的这种东西 所以 我们直接就是一样 开启Visual Basic 一样按右键 插入一个 这个模组 那模组的话呢 我就 在这个地方 上方插入一个程序 先模组 再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叫99×8表 那我一样呢 在这个地方呢 输入那个我刚刚讲的 for I 等于2到10 for J 等于一样是2到10 不是2到10 那我将来呢 要输出到哪 输出的话你可以 把这个 VBA的环境 稍微缩小一下 放到底下 慢慢再去观察 其实输出的公式 大概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所以我还蛮建议各位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自己要动手做 因为我知道一般同学习惯 就Ctrl C Ctrl V 贴上 就结束了 一定要自己动手 最好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部分里面的东西写出来 那我刚刚讲说 这个我是以输出 当成是 我设计的那个基准 所以我这边的话输出 Sales 哪个出存格 i列的 J栏 刮弧 OK 所以呢他会先 抓到的是 22 就这个位置 那里面你要放什么 等于 特别注意哦 VBA一定是 后面丢到前面 那你要丢什么呢 先丢那个蓝 蓝的话是J 可是J是从2开始 那我的九者乘法表 一定是从1开始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它-1 因为-要先 先减 所以先把它刮护起来 J-1 这时候怎么样 然后 中间加一个乘号 X代替 所以空一格 AND 空一格 AND 中间的话呢 我就加上一个那个什么 乘的符号 因为VBA里面 他需要前后加 空白 AND符号 所以 再来的话呢 AND什么呢 AND那个 后面的那个 是列 所以i 记得也是-1 因为i也是从2开始 从2开始 所以-1 然后AND一个什么呢 等号 实际上 这个写法跟那个 刚刚在公式里面 写的其实是蛮像的 差别只是说呢 你在VBA里面 把它做出来 最后一样把这两个 相乘的结果放在后面 所以等于什么 两个相乘的结果 那两个相乘的结果 AND 后面的话就是 把这贴上 拿这来改就好了 一样用乘 这样子 就是 减完之后 再乘上这个 那因为它会一个一个 帮我做出去 所以一个 先列 再燃 所以我按M8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 i等于2 J等于2 所以J 那就是指的是 22 22 就是 B2的储存格 那输出什么 输出后面的东西 可以输出 1乘1等于1 NAS 那执行它的话 意思是NAS J 就是下一个 J的下一个是什么 J这个时候变3 3就是 第三栏 第三栏 一样第2列 输出什么 因为J变成3 所以3-1 乘上 这个还是2 因为这个还没有NAS 所以还是 2 所以 2乘 就是这一个 2乘1 等于2 然后NAS 再来就是3 所以特别注意它的跑的方式是什么 先里面的回圈 跑完之后再跑外面的回圈 OK 所以 也就是这一列 跑完 就第2列跑完之后 再跑 有没有 这个时候会NAS 实际上就是NAS 所以i的值呢 变成3 这个时候要跑第3列了 要一直再推 所以它会这样一直跑 把第3列跑完 再来就第4列 一直再推 OK 那所以我把它全部执行一下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就是 九州乘法表 用VBA的方式来做 OK 那清除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把那个九州乘法表 里面输出的时候 输出一个空字串就可以了 直接执行 里面就清空了 OK 然后执行 好 那 可能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 I跟J的位置 并不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输出的时候呢 是先 把一列做完 再换下一列 换下一列 有没有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它改成什么 老师我希望呢 这个栏先做完 再换下一栏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 你把I跟J的回圈顺序 颠倒一下 颠倒一下之后呢 不要J在外面 I在里面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刚好就颠倒了 他会先什么 先把列做完 有没有 这个 他变 这一个 变成说 这个时候会先跑I 那也就是说呢 I的只会一直往下 再来就换下一个 所以这个I跟J的 哪一个外面 哪一个里面 决定就是谁先跑 跑完换下一个 OK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绝对的 那这边要有个清除 那接下来可能会需要 就是说 几个变化题 什么变化题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这个列数 能够被三整除的 请你帮我换一个颜色 换什么颜色呢 也许是 红 这好像原来就红字 我把这个字改一下颜色 好了 不然的话会冲突 原来的字我把它改回黑色好了 改回黑色 原来是这样子 清除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只要是第三列 三六 九列 请你帮我换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那 再帮我输出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今天呢 能够被三整除 记得是列 能够被三整除的 那帮我换个颜色 类似像这样子 第三列 换个颜色 OK 那当然 如果可以 换个颜色之后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改回来 格式可不可以清除掉 可以 格式清除 清除不是清除内容 是清除格式 加上去 然后再把它清除 诶 这个就难一点点 又更难了 那里面的话就逻辑判断了 因为如果你试算表里面 只要它的条件 符合我们要的 就给它 变换什么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必须是更改什么 它要先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的列 是不是能够被三整除 如果是的话呢 就修改 底色跟字的颜色 OK 这个 刚讲的这个叙述 在VBA里面呢 怎么撰写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看 先完成这个 99乘法表 清除 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那个 就是有关 如果能够被三整除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设定这样的条件 可以让它去帮我 变更它的底色 跟它的字的颜色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呢 并不是那么困难 也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呢 前面那个在IF的逻辑函数里面 都有讲过了 你就是在回圈里面呢 再加上IF IF当成是那个 它的逻辑判断